这盘棋讲解是金蛇狼军回来复仇 2023年的四番企业战 之前说到蒋川战胜了赵伟 本局的话赵伟带着一把金蛇剑回来复仇了 他能否复仇成功呢 咱们再看一下 开局是西安之路对足底炮 加中炮之后飞向 红方就上马 黑方的话就新族 正常出局 打过一个要打向 那肯定要飞向了 这掌局之后 他是放弃这个族 红方如果向掉就比较稳 对方矩可以出来 红方直接打一将 对方补仕 在黑方看来 将来可以随时上马利用红方 红方的话这个旗就冲兵 当你利用的时候 他就冰武精益 你这一踩他一冲 反而去攻你的象 那这个旗主要限着你矩处回来 一旦你一出去 他不但滚向还破试 所以这个旗厉害 黑的话先把这个族保留 这个族就是金蛇剑 这么看 这儿的话 红方先架中炮 黑方小速过来 就靠着这把剑 可以发生 为阵江湖 那么这儿的话 红方也不怕他 他先拆炮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让你出局 否则打你 那么这儿的话 黑方就先抓炮 把你赶走 红方退一步 他不走 是骗对方 你再来一波踩掉你 那黑的这个旗 正常就上马了 红方这边 他也上马 黑方这个旗快速把鞠拿出来 红方的话就掌鞠去吃这个族 到这儿的话 黑方他就保住 那红方这些就冲兵 黑方这个旗现在想压这个马来不及 红方冰武精太厉害 你一向打一架落石冲爆杀 知识就要丢子的 所以的话这个旗他得先上马才行 那么走到这儿以后 红方是先打一个 这边呢 有一个吃炮 炮打马 所以黑方既然这么下 就要弃子 到这儿的话 红方一吃 黑方再踹他一脚 因为黑方这个速度相当快 红方的话决定打局抢先手 但黑方落石之后呀 他要吃你 这个有意思啊 红的这个旗啊 他正常上马 希望你给他一吃 他踩掉你啊 这样的话 你要吃炮 他踩你马 那黑的他决定呀 先平炮打门弓 红方一看 先上马一将再说 守住啊 希望你捕食打局 那黑的刚好一个平足啊 拱炮 红方呢 这个旗如果吃呀 这边呢 可能就要被踩掉这个马了 所以红的决定把黑方马踩掉 那黑的就先拱他一将 红方一吃 黑的再把这个炮吃掉 到这儿的话 这个旗啊 一旦给他点进来 就挺厉害的 红方顺势跟他来个腰队 一旦一交换啊 他这个两个像 还可以随时连起来 到这儿的话 这个旗啊 他这个局是点不进来的 吃马的话 担心这个马又上去了 现在有铺巢的可能性啊 所以他守住了这个 出生线 也是求问 红方的话 这个旗啊 走的是飞向 接下来 黑方这个旗啊 可以炮打冰啊 把这冰打掉之后啊 将来子儿一样多啊 那这旗可以坚守啊 但是他顶的话 就显得比较笨 红方对这马就上去了 抓着对方的炮 对方的话进行了补试 这儿红方这个旗啊 冲他 那么对方选择 招法是退啊 红方这个旗啊 走的是回马抓鞠 黑方飞上去顶 红方三兵就夺合了 加写冲炮啊 这边就平兵 这儿他平炮一打 希望呢 这个旗啊 把这个马赶走 红方顺势推回 黑方甩鞠呢 想要做文章 但是红方呀 小兵往中间一靠 对方到这儿啊 就没骑 因为你看着打仙一将啊 这边杀旗 其实他不用像吃 他用马去吃你 所以他这里是骗你的 那黑的这个旗啊 敢怒不敢言 到这儿只能就点进来 找机会呢 抢兵 红方这个旗 他也进居 准备抢租 到这儿很有意思 走到这里的话 正常啊 吃这个兵就可以 但是挺怕 对方这个鞠掉过来啊 现在吃炮试香 很厉害 那么这儿的话 这个旗他就走了一个鞠 杀另外一个兵 他希望对方如果吃啊 平炮 就来帮马一打 气个像啊 就是想办法 我盒子整 但是这条旗草衰了呀 被红方顺势上马一灯呀 抓着霜了 黑方到这儿呀 肠子都会牵了 没办法呀 他只能躲闪 这个鞠被人家要炮吃了 他只好先吃个兵 尽管如此呀 这里的话 红方以言是多则 到这儿啊 杀过来叫杀 黑方只能落势 红方把这个族又吃了 所以黑方这个鞠啊 吃兵吃得草率了 应该吃这边这个兵 比较好 接下来这个鞠啊 他选择甩开叫杀 红方出来之后 一将进来 到这儿 他选择不是 然后呢 红方呀 居到底线啊 你看得出 老象铁门栓 人家根本就不怕 杀将又退回来了 这样的话 如果你不能够 铁门栓鞋丢个像 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他将去保 意思是用炮换一个马 想办法去求和 这儿的话 红方这个鞋 只管上 踩着它 黑方也只好退了 然后再冲 对方的话落势 完成一下 红方一回马呀 对方再补试 这儿他小兵独合 所以这个棋 他下了不了 走一个退居 回来给你对居 你对还是不对呢 你不对的话 这个棋啊 可以甩鞠啊 过来吃相 过上马一上呀 这个棋就完了 所以到这以后啊 你没办法的 照尾一看 这个大势已去呀 你只好认了 这盘棋啊 赞窗获胜 这盘棋将解是 运筹帷幄 2023年的四番体决战 这是呢 第三局 孟城队战 鱼有华之战 开局是一个对兵局 这儿形成一个飞向 它的意思是 找几乎挂胶马 那黑的先上边马 它不动 你跳挂胶马 它鞠过来抓你 那红的一看 我先上这个马 黑方这儿就飞一个向 红方先长鞠 黑方的话 也长鞠 红方品鞠首类 现在这个鞠长起来 就可以跳挂胶马 保持灵活 那黑的还不能队 一队打一架吧 鞠白尺 所以黑方只有上马 再说 红方鞠拿着河口 为将来上马 做准备 黑方掌鞠的意思是 霸王鞠对 不让你上马 红方当然是 平炮挡住 这时候黑方就退炮 那红方上马 向出鞠 黑方不让 控制一下 红方再跳马过来 黑方出鞠 这儿红方挺兵 帮马自主 黑方就跌进来 红方如何展开攻势呢 这儿献个兵 非常经典 对方吃完之后 上马就是一蹬 因为踩着鞠 你又填不进来 还捉着炮 这边捉着马 所以只能退回防守 他希望你打 他吃掉你 但是红方先踩一个 足不着急 他保留这个炮 后边有用 有什么用呢 对方不是 红方不是 黑方一平炮之后 红方只不平炮 用处就来了 他要干什么呢 利用门弓 马踩足 踩着鞠 踩着炮 你又不能平 你也长炮没了 所以这个鞋 会马进枪厉害 黑方这个鞋 赶快就进炮 勒住马腿 红方这个鞋 顺势退回 他的意思是 小兵过去要抓双 黑的肯定不干 上 你要冲 他就打 那你一吃 他马一退 你再吃的话 马上去对着鞋 没有用呀 所以红方等于扑个空 他知道红方感觉便宜不大 他先退一步再说 这个时候 其实也是设下陷阱 看你要不要打 你一打他一吃 你再退的话 将来这个鞋 他始终 有一个禁锯 这么样 你敢上的话 就牵住你了 所以这度鞋 黑的决定 把这个足陷掉 打破这样一个 气候线的控制 红方也就用去吃 因为你马踩的话 丢个字 吃完之后 他这有一个 进居要对 到这红方也 正常换掉 黑方就跳进来 接下来这个鞋 红到上马踩着炮 如果你挡的话 上马卧槽 在垫的话 打闷弓呀 那出来还不得了 所以这个鞋 他决定退一步 从长远考虑 你要卧槽 你现在没有机会 到这儿 红的选择一个 后马 继续上 他下一步踩着炮 就跳进去 黑方赶紧 制个事 提前守住 你要踩的话 他退一步就行了 那么这儿的话 这个鞋有鞠看着卧槽 暂时的话 红方没有机会 他选择 冰武进一 这个鞋的意思就是 要进炮 将他去围码 那黑的他走一个 下底炮 准备要踩箱 所以红方呢 还不敢千举往动 只有推 对黑方来讲的话 他需要上马 将来把炮打出来 放中炮 显成天地炮之势 跟红方对杀 而红方将来就上窝槽马 所以双方这个下 可以说是呀 各有千秋 但是临场黑方进足的话 速度过慢了 被人家这个马上去了 到这的话 对方为了不丢势 就补一个 红方顺势一将 黑方认为可以出来 将来进炮 把这个马赶走即可 但是红方这招甩炮呀 神龙白尾太厉害了 因为你没有上马刚才 所以你现在这个炮呀 他没有机会 走到一个中炮 天地炮 对红方没有任何威胁情况下 红方就准备射炮 过来杀他 黑方这个棋的话 选择 想把这个马赶走 红方到这的话 他将就近 准备借力用力 巧借东风 火烧尸臂 你这也走人一打 你知识的话 重炮将军上来一调局 就是个绝杀了 所以黑方这个炮 还防守下二线的作用 他不能去换 不换的话 现在这个棋马不走 心腹大换呀 走了一招飞向 顶住他 先和身腿 准备强行隔断 打马 那么红方选择招法是撤回 黑的这个时候 选择招法是向三进 这儿的话 红方仍然下几炮 他飞向主要是 不给他穿枪的机会 红方要干什么呢 如果你不走 他刚才穿一枪 等你飞向的话 掉剧吃你 你这边一打 杀一枪上来之后 跳马就杀招了 所以这边有杀棋呀 黑的为了防守 不得不退到下二线 形成弹子炮之士 这儿是铁桶刃 红方就先拍一个 那这个棋 以言是占优了 因为黑方呀 又变空虚 他选择的招法是平炮 试图打马 照机会的闷弓偷袭 红方也不管那么多 顺势吊鞠 你叫敢打 纳虫炮一枪杀来点杀 这个时候对方不敢打 情况下 他选择掌鞠要吃 红方的话就顺水推舟 对方既然不能打 这边有杀棋 那么他用鞠过来就吃 这招棋的话 其实啊 就是欺负你 红方这个棋呀 他选择招法是甩开 弃子攻杀 黑方就吃掉 因为你不能踩 它是一个门弓 你要是退狙 他也是打一架门鞠丑的 怎么办呢 正常时候飞向的 对方可能会 有过去吃马的手段 给他跟炮 所以红方也是冰归神速 不给他任何机会 直接传将 对方到这儿就上 那看着这个棋呀 打着门弓 他选择一个点 狙 这招棋啊 看着好像云淡风轻 其实这个棋啊 它是有片招在里面的 目前你炮 打相是打不到的 他踩着狙 正常你的套呀 红方套路在于呢 有一个泡霸品棋 这就是赤裸裸的羊毛 你明知道他要打狙杀你 你还没办法解救 这个棋就非常尴尬 到这儿的话 对方只好选择 只是下出一个骗招 那么红方自然是要 吃掉这个狙 而黑方的话 他可以踩回啊 有一个抓狙打门弓 如果你一时不查 特狙剩满 我就被打死了 怎么办呢 这个棋红方选择 是狙腿里线 可以说是稳扎稳打 到这儿的话 还是骗对方 如果你要过这个族 他退炮于浆压 就把这个炮给抽了 所以黑方呢 现在有狮子 为了不狮子 他选择炮退一步 忍让 而且这个炮 可以看中下二线 但是红方开启了一个 冰三金啊 残局啊 围城模式 这个棋你不能动 动的话这个棋啊 它有个飞向 避开这个门宫之后 赤马 马也走 点死 你要先炮的话 就吃光 所以这个棋看着兵 你不能吃 飞向之后啊 进去赤马 顺便杀进去了 所以对方这个棋啊 防不胜防 郁华的这认输了 这盘棋啊 孟城获胜 这盘棋 讲解是 绿水碟桥 2024年的 象棋约战 咱们看一下 孟城 对战履青 开局是飞向 对战祖雄炮 这是双方的第三局啊 红方先挺了三兵 黑方是上马 红方跳马 黑方出局 这里红方移带牢 黑方走的是五六炮 红方如果按照 常规招法去走的话 也是难逃便宜 所以红方临场 出了横拘 黑方上马之后 眼看要吃双 红方呢 这个棋就走了一个 视角炮 这条棋呢 是针锋相对啊 就是让你足三斤之后 上马这个棋走不到 那么对方先出局 吃马 红方给他来一个 上正马 到这儿就看你要不要 选择过河局 如果过河 准备呢 吃兵欺负马 那么这里啊 红方有一个巧手 就是巡河炮 这边有一个上马打局啊 你吃个兵是没用的 那么如果你一不小心点过河 他会有一个推炮 打双局 套路很深 所以你只能走巡河局 他仍然打你 那么你要对的话 你就换掉 然后这个马再切进去 随时可以跑平三啊 所以这个形式来看的话 红方明显占优 这里的话 黑的就不敢轻急妄动 他先走巡河局 那红方这个棋啊 先把局拿出来再说 黑方的话 选择招法是 主席金腰队 红方就聚首合口 黑方进三足 下一招戏啊 眼看要踩狙 红方这个棋也是 意关的大 就冲过去了 那么黑方上马之后呀 他踩着狙 吃着炮 眼看叫狮子呀 我们也不禁为 孟臣捏了把汗 但是孟臣又下出了 惊天妙手 这招凭剧呀 由深奈之笔 那么到这儿 对方不吃还不行 因为他炮打这剧呀 你总不能说 为了吃个死 剧不要了 所以他必须得换 那你一换的话 他这个马刚好跳出去 形成了弹子炮 对方的话 这个棋只好去换 换掉以后呢 如果你要急于打僵 人家补格式没用 将来的话 你这个马要受到 红方三兵的威胁 所以呢 黑方决定呀 就上马 你吃一个 我吃一个算了 红方这儿的话 他是进一步 遍住对方 不愿意跟你换 这边就是要欺负你 黑的这个棋呀 近居吃马 可以说是咄咄逼人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踩掉 他打一将 将在居二瓶四抓死炮 这一个意思 所以到这之后呀 有可能要抓炮 当然这个棋的话 其实红的呀 他有一个更好的招法 就是进炮 他给你不换 你要踩就踩吧 他吃你的马 那对黑方来讲的话 你冰吃和炮吃 其实是一样的 他索性用鞠一吃啊 这样的话 比较灵活 比方说 这个马走开 还可以插底将啊 那红方先打再说 黑方的话 很想走这个马 前进无路啊 那么往回退的话 人家补个式 也没啥棋 所以他先退一步 吃个冰再说 将来的话 还有这个马尔推三的棋啊 保持灵活 闪击 这儿红方就给他拉住了 不让动 黑的先吃一个 不要说给你堆 红的这个棋啊 也吃一个 黑方这儿的话 就给你换一下 红方一看这架势啊 也是给换了 因为你不换的话 黑方这边也是虎视眈眈呀 换了之后就比较稳了 然后呢 这个棋啊 红方认为自己先过了个冰 但是黑方这边有三个族啊 倒也不怕 那现在双方开始斗残局啊 这里红方是退了一步 他要吃足 黑的自然是足五斤要过啊 避免被他平平锁住啊 现在红方上马 他说要打向 一旦打向这边就有力 黑的当然是飞向不让 那吃着兵 红方也是平过来 准备把这个足消掉 黑方当然不肯就冲 红方下出了回马进枪 他的意思在于呢 炮打着边足 马踩着三足 看怎么办吧 黑方还是决定啊 先把这个足开过来 红方顺势啊 扫了一个 不然的话 给他再留一个足 这其危险啊 那么这里的话 黑方两个足连起来 但是红方也不怕啊 至少他要两个兵啊 这儿的话 他选择交法是 马五星棋 这个棋的意思在于呢 一个是可以放中泡浆 将来小兵过去拱炮 另外一个可以下底炮 将来去采香 黑的决定先补个试 再说 看你是方中泡 还下底炮吧 这儿的话 红的呀 他不着急 他先补了一个试啊 防止对方这个利用啊 或者是回马 让你的马没有好点位 对方的这个鞋啊 就有上 这时候再下去 那么这儿黑方意思是要与个铺巢一起啊 你上马打向他出去 打将上去没有用 所以红方决定走一个上马 他要踩向 黑方想上马 还担心人家一踩向之后啊 这个双将杀 所以他提前逃跑 撤掉啊 对方也就上 这儿的话 这个棋他撤回啊 黑的开始要发力了 红方他就回马 黑方到这儿就僵 出来之后呀 这个棋因为红方已经把黑方向给破了 如果说这个棋纠缠的走的长了 这个结果是红的有力的 所以黑方这个棋啊 他简单就这么一僵 就问你要不要换吧 如果红方选择知识啊 或者是走兵 那就对杀 这样的话往下发展 其实红方又顾起 因为你虽然破向了 但是毕竟你的兵比较慢 悲匪扯心 黑方这几个字呀 虎视眈眈 围如老帅了 所以这个棋有可能会出问题 所以红方简单就给他踩 到这儿的话 双方也就握手言和了 这半棋 讲解是西安人过海 2023年的象棋约战 咱们来看一下 与清对战孟城的第四番棋 开局是西安制度对足底炮 这个棋 红方下中炮 黑方是飞向 那么红方选择一个 不走势 黑方跳马 红方跳马之后 黑方这个棋啊 有这个进七足的 也有出狙的 本狙的话 这个棋红的是挺了三兵 黑方三不活阵性 红方这个棋走的是五六炮 黑方先行不势 这个棋我们才说过 果然就出现这个变化了 红方他这个棋啊 直接上马 会怎么样呢 黑方就小足一冲 这儿你没道理不冲啊 你不冲他过来了 红方肯定要冲 黑方把这个马一打 让红方这个棋啊 没办法进攻 然后他开始反击 就是要利用你 这个时候红方啊 他选择的招法是出狙要对 这个棋最早是选择冲兵的 对方一吃双 看得好像不错 其实红方一饱之后呀 你一吃啊 他这个棋拿出来 抓你的马一痛苦 但是后期改进为啊 你这个兵一走 人家不吃你啊 人家进足一对 这马活了 所以这个棋下 红的这边就显得尴尬了 所以他就直接去对 那这儿的目的 就是不让你有进足 活马的机会 那黑的当然得吃呀 一旦你泡一走 他下一步进足就活马了 但这时候红方的意思是啊 直接去吃马 那黑的就先吃个泡吧 红方吃个马 黑方就上 这边的话 看似红方狙受困啊 其实红方呢 随时可以吃足逃跑 这儿他先出狙 是为了抢先手啊 不让对方出 黑方就强行出 他的意思是我对掉一个狙之后呀 这边杀了你的象 红方自然是要飞象 临场的话 他飞的是左象啊 担心这个飞右象之后 如果马一组打过来闷弓啊 所以会被利用 他直接飞左象的话 将来马上不影响 黑的就赶快上马 他是为了看住中足 红方就顺手牵 把这个七足吃掉 随时还准备吃边足 黑方当然不肯要冲一步啊 这样的话 你要是平鞠过来吃我 那我就将来啊 鞠退一步 你吃完之后 我泡起平七啊 你一吃足就跟不住我了 我将来硬打嘛杀中兵都可以 所以呢这个戏啊 就是不让你吃 红方也没必要为了吃这个足呀 让自己的位置差 将来这个三路线啊 受攻 以至于拖累自己的兵 实战的话 他是先平一步 将来有可能要过兵 黑的这边的话就退手何口不让 那作为这样的棋的话 红的也就退回 黑方他也平炮啊 找机会就可以换你 红方这棋意思是盯着中足啊 看你怎么走吧 黑的是先进去啊 盯着红方的兵 红方这棋他上马 意思就是啊 不让你轻易的去对他的字 那黑的就顺手啊 扫个兵再说 红方这个棋啊 他把中足给踹了 黑的这个棋 如果你不管的话才是炮呢 你平的话这个也才消极 索性就踹了 红方自然是吃 找机会呢 他想过这个三兵啊 那黑的他先平炮 就是要抢你变兵 因为你只要看中兵 暂时不能离开 那这样的话这个棋啊 就成人之为 这儿红方这个棋啊 他意思是我进个炮 将来强行做中炮啊 就走体门栓偷袭 黑方也就打掉 红方到这儿的话 你放中炮啊 他这边可能就是一个平居守类的棋 所以的话这个棋啊 那你暂时还没棋 红的也可以放啊 他甩到这个二度线 意思是到底线可以破相 一破相这个兵过去厉害啊 那这儿黑方呀 他就赶快过足 要抢在你这个吃相之前啊 把你的兵消掉 红方呀就下啊 你敢拼我吃你一个 那黑的他走的一个点将有意思 这招期的意思就是 我退居之后呀 你如果吃我相 我可以跟着你抛 这样的话你会狮子 所以呢 看着好像吃相吃不到呀 红方到这儿的话 一看攻不动 索性就退回了 准备了把黑方这个足打掉 再做文章 黑方呢 他走的一个平足 要吃这个兵 你要是冲的话 就给你相交 那么红方如果打掉 黑方他有一个平炮呀 卡住线吃你的手段啊 如果红方过来的话呢 就简单一吃双方成河 红方如果飞向 黑方可以选择进居 就捉这个向 上来以后呢 他有一个平居啊 就捉你的事 虽然你可以捉炮 那闪开就可以了 那么就算你跟着 想推炮去打对方 没有用 他可以出老将啊 你要打的时候 其实他可以点将呀 不然你是白痴了 这样的话 再退去隔断就行了 所以这个情绪反而还有固执 所以红方不会这么下 刚才那个变化呀 就简单吃炮啊 交换就行了 所以的话 双方就握手扬河了 接盘起 讲解的是 啼笑皆非 2023年的向甲 第14轮 李烧庚 对上赵潘伟之战 最终呢 是赵潘伟赢了 但是的话 裁判却判 叫潘伟输了 很有意思 咱们看一下 开局是飞向 对上走中炮 这儿红方迅速形成一个 反攻马 而黑方 则是走成武器炮 那这里红方出局 黑方出局 红方对他家也封锁 这儿黑方就推炮 他是要走一个炮五平三啊 再充足打门攻 红方这个棋 如果对局也是求问 可以 本局的话 红方上马 看似好像避开了你这个 拆炮的好奇啊 其实他是一个空城剂 骗对方 那么黑方如果求问 可以先补士 炮打出来之后啊 就上当了 那么这儿的话 红方走了一个进炮 他的目的是踩你 黑方他退了两步 为什么退两步呢 因为你退一步 他踩中足 他担心你马走开之后 又踩 你刚才退一步 他不断利用你啊 其实这个马一上 就变着马腿了 他也踩不到啊 所以退一步比较稳 退两步的话 反而正中下坏 为什么呢 你现在这鞋赶上马 我就踩你鞠 你鞠子会麻将泡踩 所以对方看着这个鞋啊 退两步安全 反而这鞋啊 尴尬 所以他现在发现 这个鞋问题所在了 赶快啊 这个出城逃跑 想寻求对杀 红方简单可以吃 如果你吃的话 他就担子泡 再来鞋合一桌你啊 中间 架中泡啊 反克为主 红方啊 将会占优 但是的话 这个鞋 红方他为了保这个马 结果呀 这个鞋做了个交换 那这个炮就丢了 所以这个炮一丢呀 他的攻势就减弱了 现在这个鞋啊 黑的就可以抗衡了 那到这以后呢 红方回马 黑方进足 上马之后呢 他这边就守住 红方这个鞋啊 掌距 黑的选择一个牵住 红方赶快脱身 啊 壮方 至此形象交换 接下来 黑的的炮皮 红方他走了个退居 这里面 负有套路 什么套路呢 就是说你现在如果吃啊 我马上就陷兵 就是说你要是冲啊 这儿直接采霜啊 就崩溃了 你当一颇事受不了 那你要是鞠驰的话 他可以上马 现在采着炮 你一走 他再上马 什么意思呢 他要杀你的事 你一补相之后 他再平均啊 等你想去吃马 都来不及 他直接棋局砍尸 就问你敢不敢吃吧 一吃姜死了 你不吃的话 他两个句啊 穿两姜也是杀 你现在棋子都来不及 所以这个棋啊 太狠了 所以到这儿啊 那红方的飞刀 可以说层出不穷 黑方的话 他就赶快飞个象吧 这儿不让你进去 你还有什么棋呢 红方暂时没棋 他冲冰 黑的也吃 红方向着他 黑的他鞠二平四抓一下 红方也退回抓炮 黑的平一步之后啊 红的不向走回 这样的话 红方暂时就没有刚才那个棋了 现在他退区啊 再盯住马 红方这个马再退回 找机会再上 这儿黑方选择招法是 双鞠去抢 红方先双鞠去看 找机会啊 把这马退回来 现在黑的就上 红的就采鞠 黑的他鞠四平五 坚守合口 红方到这儿暂时攻不动 他选择招法是前鞠平三 为上马采鞠做准备 黑方就马上过来对 红方想迎起 他不对 黑的他退了一步 到这儿的话 红的鞠平开要脱身 黑方中间再对 红方再甩开不对 黑方他再对 红方一看不对也不行 就给对了 对完之后一打 红方马上进去 吃炮 准备抢对方的足 黑的他进炮 红方就束手扫一个 为将来过边兵做准备 黑的他就品判压住马 他的意思是要吃你的马 红方自然是上马 盘选而出 黑方他上马之后 有一个上马被马腿吃马卧潮 这个棋厉害 红方这棋就穿了这么一僵 然后想到一个退局跟他对 红方认为我多兵 你多棋少 黑方就给他对了 对完之后 这个棋变兵给扫了 到这儿的话 你也不多兵了 现在黑的还兵容好 红方这个棋 他担心黑方有一个上马的棋 所以赶快先踩炮 不给他这个打兵的机会 黑的先甩开再说 红方这棋就再上 这边黑方就挂个式 毕竟黑的兵种好 红方这个边兵 已然是黑方 推炮之后甩炮的囊中之物 好不了的 到这儿的话 这个棋很明显 黑的还反而有力了 接下来 红方进入一个苦手模式 黑方就猛攻 那么这里 他想把这个足持掉 黑的就不让 最终把这个马给摁住了 退回之后 这边是纠缠了一下 然后这个棋 他下几炮 也不熟了 你要吃足就吃吧 我踩你像 那么走到这儿以后 红方其实踩到这个足就行 你要踩像我边足就扯了 连丢两个足 小朋友可能没有想到连吃两个足 到这儿的话 时间可能紧张吧 那么他落相 结果黑方这个棋 就进足 双方做一交换之后 现在形成一个马炮足 对战双马 摄像拳 这个棋对红方的防守 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那么这儿的话 这个棋 黑的这棋 虽然不太好赢 但是有机会 红的一踩之后 黑的一将 先盯住他 这个推爆之后 一将太厉害 红方得挡住他 黑方这个棋 他选择的招法是 受阴四 那么看你怎么走 红方正常可以飞向 简单就是回马 给你对马就行 这样表积极 那么他直视 这儿的话 黑的就落实 在落实之后呢 他的目的是出老将 把你给牵住了 当红方想脱身的时候 黑方有一个心 炮到底线呀 强行就要打势 这个势是跑不了的 红方索性上马 踩足 黑的他选择 直接踩相一将 那么进来之后呀 这个其实不想丢主一势 黑的就凭足 那红方呢 回马 他还想找机会来防守 黑方到这儿呀 简明把这个势一踩呀 这起单是相就不好守了 等待黑方呢 就是一个赢棋 但这个时候呢 赵潘伟啊 用力过猛 吃势的时候呀 把这个马扔到 鞋盘外面去了 那这样一来的话 李烧根就获胜了 所以这个棋呀 确实是憋屈 赢到首期 居然给判输了 这盘棋 讲解是斗单体马 2023年的向甲 第15轮 红方是徐文章 黑方是中少红 开局是骑马 对战机七足 这儿的话是想避其风马 那红方就走一个足底炮 针锋相对 黑方是飞向 红方上边马 黑方跳马之后 红方出局 黑的就出来 红方在三波红 要迅速出局 黑的就一一带牢 到这儿的话 红方是先飞个向 看黑方怎么走 黑方就炮八星死 直接封锁 那红方掌鞠 就准备打破这样一个封锁 黑的就想把鞠换掉 红方是不愿意的 那么走到这儿以后 黑的能走的棋 就是迅河鞠 他担心红方冲兵 将来去围炮 所以他走鞠二进一 其实这个棋 黑的他可以打出来 他不怕你上马尾炮 因为他也要上马踩鞠 如果你踩掉他一次 双炮过河风鞠 非常满意 下一步还打将抽鞠 这儿的话 如果你顶住 不管 他马上就弃个足 然后跑分开 将来这个棋 无论是打鞠就吃马 或者是你甩开 他这边 将来就可以把你的马吃掉 给你换 这边还多吃你一个 所以这堆棋 非常凶狠 直接巡河鞠就行 黑方这棋走的是 鞠二一 他这就是多走的一步 红方一冲兵之后 他认为把对方掉一下 这样的话 你这个边兵 这个马和鞠的配合 就走不到 但是这个棋 红的挺兵之后 黑方他这个棋 就显得比较笨 被摁住了 黑方也不甘心 他把红方也摁住 那红方就先补个式来说 黑的他就进出屋 这儿就给他吃了 黑方的话 一看不行 金炮 准备了吃双 红的直接冲掉 这边的话 他打着马 给你换 双方进行转换之后 那这个棋 红的就冲兵 你要吃他一杀 将来有个上马的棋 那你要不吃的话 他冲过去 你也是上马 还踩你炮 所以黑方这个棋 可以走的是 局八金六 就卡住兵线 这些意思就是 你要冲 我就吃掉你 然后不让你上马就行 那么这儿的话 这个棋 对方哪怕就是炮去打 找机会 黑的可以先上马 往里切就行了 还有炮分边的棋 所以红方虽然是多兵 但黑方这个贼位置好 可以纠缠 那么他走 炮八退一 这招的棋的话 红的就吃掉他了 黑的现在他双拘一线 意思是要打马 红方的这儿就远走高飞了 现在黑的想过来 持一个嘴 红的呢 这个局就甩过来 这儿前进无路 对方一抓 他刚好一退 就没有过绕 红的 这个棋也不怕你这边 有什么手段 就硬往上跳 黑的的话 他局八金三 这步棋其实走的 也不是很好 到这以后 他忽略的是 红方这个平局的手段 下一步上马 利用他 他还得走 相当于说是 电空了 然后红方这下 就大局进攻 到这其实呀 这个优势就很明显了 你要是干电局的话 把相优才了 打的就好将军抽责 那这起不行 对方的话 他选择找法 是把局先让开 那红的顺势有一招 腰对 很精妙呀 对方也是非对不可 对完之后呢 抓着炮 对方只能站自炮了 但是你不想丢子的话 底线已僵了 落相之后 可以平局把相优破了 到这的话 关键你相补不起来 他踩掉你 这起就危险了 那黑的赶快出城逃跑 红的顺势就杀掉 对方在上的话 那这个棋啊 他是把局摧毁了 这个棋看着冲边兵 他可以跟住你 暂时没用 他先把局啊 准备杀过来 这边的话 吸引着注意力 然后得趁机冲过去 黑方也是 赶快上吧 狼狈啊 出城逃跑 这儿红方呢 就率兵追杀 那么对方呢 继续逃 这边继续追杀 到这儿红方 这个棋啊 就是一个声势 因为黑方这边 缺少反击啊 这边有个象 你没法握槽啊 那么他决定就先吃一个 找机会调整就握 但是这个棋啊 是悲匪扯心啊 红的速度非常快 垫僵 黑的就上 红的一推炮呀 这马上就要切进去 四字阻杀了 黑的就先飞了个象 红的跳马 他的意思是 有一个回马 踩狙杀 黑的只能退回 勉强守住 红方这棋 有个象给踩了 抓着狙啊 对方想过来 签还不敢签 因为回马 将把狙踩了 他只能远离 然后呢 红方选择一个马五 退六啊 他是准备一个跳马杀 黑子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走炮 一个是直视 如果直视的话 他这个棋可以马四进五 强行炮打 死杀你 你要是炮打马 他马到第四杀 那么这个棋啊 你要是弃狙的话 希望就是对方一打 给他做掉 你要吃掉我七个局结尾 其实踩掉局也是赢 但他这里 踩市啊 芭蕉马 赢了将更加简明 更加精彩 所以到这的话 这个棋 你直视也解不了 对方的话 就想偷一下 对方打局 意思就是啊 抱着侥幸心理 你将我下去逃跑 但是红方这时候啊 走出了上马一将的好奇 至此局面呀 黑的认输 为什么呢 因为这马将你具有劲啊 退局一将 上市也是杀 他这的话需要两步写啊 他简单一步就杀了 到这的话 他这个马虎炮是将 这个河空马也是将 双将杀 所以这里啊 钟哨红就不得不认输了 这盘棋 许文章获胜 这盘棋 讲解是一天神杀 2009年的向甲严赛 第二轮轮 王阳遇到蒋川 下了这样一盘经典对局 分享给大家 开局是中炮 对战的是骑马 红方跳马 黑方出局 红方出局 黑方平风马 这儿红方冲7兵 黑方进7组 红方走过河鞠 黑方要对 这儿红方不肯 压住马 黑方就推炮 准备打鞠 红方正常上马 黑方也就补适 红方跳河口马 黑方打鞠 红方闪开之后 马去进8 这里红方选择招法是 炮8进3 现在这个棋稳一点 可以走鞠4退散 这样比较稳 金炮的话 这个棋非常强硬 它的意思就在于 这边如果你要充足 我这边就可以 炮过来 再吃的话 它马上有一个平均吃鞠吃马 这么一个手段 非常犀利 那黑子直接打出来 打向 比它速度更快 红方走到这儿了 那肯定得打 如果不打的话 你飞个向 人家小鼠一冲 现在你再想平炮 就没这个棋了 所以红方既然这么选择 就要打 黑方那就打一将 把这个吃掉 准备炮分边抽杀 红方这边出去 出局抢先手 黑方出来之后 直接踩中足 如果踩掉的话 这个棋就被牵住 容易挨打 黑方这时候 下出了一步 惊天妙手 直接就弃子 这个大局观太强了 红方一吃之后 黑方进局吃马 换兵之地 红方也顾不上逃 到这儿他就拆炮 意思你吃一个我吃一个 黑方这个棋的关键是不能吃紫 他选择 红方也就浸泡 那么这儿黑方选择的是过足 到这儿红方虽然多子 但黑方这个足可以质马 相当犀利 那么红方虽然一将 黑方可以捕食 关键是红方他不能够出老衰 因为你想杀他 他一点点想杀你 你要是砍的话 他吃掉你 但你再出的话 他大不得不就退回去 所以的话这个棋 你还是来不及杀他 所以他这个棋进口弓退合手 那红的选择支个式 不要有时候出来杀他 那这个棋黑的小足一冲 红方出来就是要把黑方局掉回去 黑方也就退回了 那么这儿的话 红方选择先把马撤回 黑方这个时候就把马给吃了 从布局到现在啊 黑方是优势无疑 虽然红方多子 但是的话这个子都在 黑方的控制范围之内啊 现在他需要做的就是啊 掌局就行了 把这个军拿过来叫杀对方 因为这个棋啊 他点将可以看住炮 你又不能知识 他一旦一杀 穿之后就对着鞠啊 这边这四个子会合呀 就危险了 但是临场的话 他没有这样走 那么这个棋啊 举个例子 红方上马 黑方这个棋啊 就可以啊杀入命 红方这儿肯定要破个式 因为他要吃掉这个炮 点到夏二线杀对方 黑方自然是杀过的 红方就点鞠 双方的这儿可以说刺刀剑红呀 那现在他一将啊 这边赶快把鞠换掉 这是结尾的妙手啊 杀一将的话可以出来 到这儿的话 这个棋他有一个连冲足杀 所以红方想回马还来不及 即便你回这儿 你还看住你也没啥问题 现在你先走这步的话 他这里可以小足冲下来 等你进来之后呀 他这边可以退一将 然后呢平鞠守住 依然看着足足心绝杀啊 为了绝杀只能补视 那么叠一将之后呀 就顺手先让鞠给抽了 所以这个棋啊 发展下去肯定是黑方声势啊 这儿的话这个棋 黑的啊 他没有走出去不起来 他选择是吃啊 这个棋就跟他之前的初心是违背的啊 他既然敢气一个子 那肯定就是要鞠杀过来 把这个鞠换掉之后呀 这四个子会合 而他直接吃的话 就等于放虎为山啊 那么看着好像点将持鞠 其实你动不着 你一动前门穿杀鸡 黑方到这儿的话 点将啊 上 他这儿也只好先出来 下一步呢去持鞠 五方直接呀 鞠点到夏儿线啊 准备随时炮打中式 跟他博杀 黑方鞠三平四 守住一面 红方打掉 居然追杀 黑方不得已退回 红方这时候炮平啊 鞠挡住 黑方这个棋啊 他虽然右鞠杀出 但是左鞠不火 这个足的话 暂时跟鞠还配合不上 红方马上点鞠 准备来一招呀 鞠八平棋在陈亚军杀 那么眼看红方抢弓在前 黑方这个棋啊 他也只好先吃掉四对杀 红方一平鞠 下标杀齐了 黑方 虎向啊 这边的话 再点住啊 继续杀 黑的不得已进老将了 大部分的就回去对了算了 那么现在这个棋啊 红的啊 他先紫收质啊 虽然多子没有用 还是挨打 临场红方决定啊 飞个向 等黑方一步棋 黑方就品炮出来 这儿的话 黑的是 准备啊 攻守两立 红的他是退的一步 叫破向 黑方就先捕食 你要吃的话 他这一吃炮 看住了 这边将军可以对居 红方呢 不甘心点了一下 那这儿他是要叫杀 那肯定要落实 这个退一步之后 吃相啊 将来再走个旧平旗 也是一个 叫杀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棋啊 应该说 红的是犯规的 在这个纠缠之下呀 红方无奈就冲兵 黑方这个棋啊 他憋着马腿 准备呢 就要进棋足 这个棋强硬 红的的话 就平局 希望可以顺手 给他吃回来 黑方就平足了 红方再跟 黑方再一平 他再一根 双方到这儿呀 应该是循环了一下 最终的话 黑方再平 你就不能唱捉了 红方用另外一个捉捉 求变 黑的这个棋啊 退了一将 下来之后呀 平足过来 准备要破相 红的这个棋啊 他选择的是推炮 骗对方 你敢吃就杀棋 你不吃我中间一将 要不你吃掉 黑的这个棋 他飞个相就不让你僵 先喝身腿 把这炮挡在这里了 红方先吃了之后呀 准备继续啊 再把这个子闪开 往中间放 黑方就抢先发难 红方他是先拿一将 那黑的就出 红的有个甩局啊 先叫杀 这不起厉害 黑的落相 这儿红方平局啊 继续双局挫杀 对方也就进 对方也就进 G8平5呢 这边又是一将 这边也就出 杀一将 上 退一将 下 再去有平8 这儿的话 他进老将 对红方来讲啊 只要平炮 挡住G就可以获胜了 为什么呢 对方看似可以补士 将军落势 其实呢 这里中间一将 你又出不去 出去边杀 就又落势 那炮打回来一将呀 你还得补士 这样的话 他就点将成杀 当你对局的时候呀 一箭穿心啊 所以这个平炮 就杀齐了 还有一个招法 就是上马 这个鞋你正常吃的话 他马上就一将 把这个G给你换掉 换完之后呢 这个马一上呀 芭蕉马杀 你还看不住 你补士的话也不行 点将不是为了持具啊 而是为了G马冷箭杀齐 所以红方这东西啊 无论是甩炮还是上马呀 都是非常犀利的 临场的话 红方他没看到杀招啊 变将 因为这棋啊 杀了他乱了 最终的话 这个棋 他选择是下中炮 就想求问 把对方这个足吃掉 那黑方一平足 反而脚杀 那现在红方就进来 黑方现在平局G脚杀 红方呢就挡 黑的这个棋啊 下足 眼看一平足杀棋 红方不得已去对局 刚才说到 这个棋啊 只要一上马就赢了 他现在这个马还没上去啊 黑方这个棋还挺厉害的 所以红方赶快就平局啊 把他这个足准备换掉 那这时候呀 吃啊 杀一将之后 吃回 到这以后 黑的呀 他就点将 红方就对局欺负他 因为双方都没有失效的情况下 残局马上炮 更关键是 他多了这么一个兵 那这儿 兵归神速呀 所以他向这个将军叫杀 红的啊 张起来 将军 对方下 中兵就冲 对方一将呀 赶快给他吃掉 这样的话 双方子强多了 但是我们刚才说到呀 残局马上炮 到这的话 你虽然有海刀月 但他这个棋啊 这个马太快了 啊 必要是对个局啊 猜你个足你就不行 所以黑方反应过来之后 马上先打兵 但是红方这个局马总剑切进去了 黑方的话就先闪开 避免一将采矩啊 那么这儿的话 以上嘛 随时可以呢 点将 或者是吃边足 黑方不让吃 啊 红方这些先退回 马四进三就很厉害 啊 马四退六也可以 对方退回啊 必要有时候呢 可以做一个防范 守住底线 那他这时候就不上马了 就回马 啊 到这的话 对方就出 鱼一开到中共之后呀 红方就安全了 那么上马之后呀 继续呢 冷招 黑的这个炮的底线 暂时没有作为 啊 军的话到这儿 也是用处不大 红方这些啊 如入文之境啊 黑方就想把军换掉 但是红方他不肯呀 退回啊 抽丝剥剪 一个一个吃 长起来之后呢 先吃一个再说 将军的话进来 啊 再将的话 他就出去 甩炮的话 你也不敢进老将呀 那么他这个棋啊 就点将 然后呢 就攻兵 因为老将进不来 那单机炮啊 就是摆设呀 那么他盯着兵啊 这儿就冲 黑的将 进来 挡住 啊 这个棋的话 那就平 现在他一将啊 出来 这炮还得走 啊 最终的话 他就跟着炮就行了 反正你老将进不来 啊 现在吃着炮 你要不要去看呢 啊 现在看这个兵慢慢下去 就围死了 有点办法 到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将川不得不认输 这盘棋啊 望远获胜 讲解是 欲擒故纵 1990年的盈利碑 这是刘大华 对战徐天宏之战 堪称经典 开局是中炮 对战骑马 红方跳马之后 黑方走的是 反攻马这些 所以红方走的是 一个横距 针对性步距 盯入对方的炮 黑方出去以后呀 红方是上左马 这边的话 黑方是先补个式 红方冲中兵 准备随时盘头马 黑方禁足 不怕你 上马之后呢 就猜你一下 红方他冲七兵 准备呢 绕到上马 黑的先飞个巷 找机会呢 聚一品三 出来利用 红方到这儿的话 他就冲中兵 黑的就换掉他 双方进行一个转换之后呀 黑方有一个组五金一 这儿红方如果冲 他现在就是聚一品三 那红的不冲 他走马五金六 那这棋为什么不选择打出去呢 因为你打掉之后呀 他这边有一招 聚一品四 这个棋的意思就是要 点进来呀 吃马 那么红方冲的意思是 你吃我可以上 但是黑方可以呢 齐合聚啊 中间吃炮 红方架一个中炮 顺便可以出聚 黑方一抓之后呀 那你的中间是做不到的 谁在这儿还要利用你 这就是黑方的手段呀 那么追战得起的话 红方担心被利用 他选择直接上 那这里的话 黑方也就出 红方冲过去 黑方先掉 要吃马 红方呢 就进去把地方炮吃了 到这儿的话 他得先露笑啊 打一步拘 先去后去才行 红方就上马 贴主不让 踩对方的拘 那黑方也就吃 那红方吃 黑方吃掉之后呀 这边有点空虚 红方平炮 准备呢 避失积蓄啊 现在就要打击 他的薄弱环节 黑方他是齐合聚 准备吊聚过来支援 那红的就出聚 黑的选择是平炮 这儿的话 底线一僵 对方上来 他不颠炮的原因是 担心这个鞭炮 发出下底下 有狮子的 上来以后呢 他不上当 这里就退回 这儿的话就让你 过中族把鞠挡住 黑方瞬间掉鞠过来 杀敌士 红方得补一个 黑方小速过河 红方呢 再次点姜 黑方下去 再姜上来 然后呢 拆炮一姜 这儿的话 黑的是进脑将 红的是走退居 准备呢 控制租赁线 黑方先下去 归位 红方打过去 不让你归位 那这个棋啊 黑的可以用炮 去挡住对方的炮 他只要不下底炮就行了 锯下去将可以对居啊 或者直接退居到底线 对方如果吃足 就可以落个市 所以这个棋啊 黑的可以应付 走足细进一的话 这个棋啊 可能是低估了 红方的威力 因为表面看起来 红方这个炮呀 暂时被拘挡住 而单狙炮瞎胡闹 结果呢 红方顺势一将 到这儿就比较尴尬 退居的话 打死狙 那么这就上 红方他有一个 方中炮一将 这是一个 黑方没有想到的起啊 这一将之后的话 那你要是出 他这个炮又将军 不断去利用你 将来你填的话 这个退居又是一将 因为这个后炮掉水 你不能落石 你就上市 高奔杀呀 所以这边有杀招存在啊 对方决定啊 就做一个飞向 不要说还可以打底向啊 那红的是先退的一将 下去 的话 将来 红方会退居再利用你 因为你这个气炮一走呀 将军你出不来 这边还杀的事 吃着嘛 随手闪击可能 那么到这儿之后呀 黑的就决定啊 居换了 算了 因为他病种好 红方的观念 不换 还是要吃你 黑方到这儿就强行保住 那么红方这里呀 就平炮 准备去捉对方 黑方到这儿的话 就落个向 红方平炮 继续捉 那黑方就上向 红方前炮 平巴 那么黑方 选择落向 这儿中间 又是一将 那这气啊 他就出去了 接下来这个气啊 红方呢 想利用黑方 看你怎么走 正常的话 如果说 飞个向 他有一个将军的气 就可以闪击利用你 所以到这儿的话 黑的呀 就决定 作为一个居死经营 结果到这儿失责了 红方瞬间 把这个炮给吃了 对方这个气啊 就是降位不稳 结果遭到红方利用 上马的话 想纠缠 这里有一个踩霜 可以掀起后取 红方的话 后炮 平巴 准备呢 随时呀 电灯下二线 飞有抽杀 黑的赶快进 到这儿 红方先打一步 把对方赶走 黑的 居死硬三 不要的时候呢 可以跟后炮 红方呢 中间先一将 事态应手 那么这儿 正常就往右边出 现在他这个气啊 选择一退 就看住 那黑的这个气啊 选择招法是下去 红的走的是炮 退回 随时一面打将 黑的就先吃一个 那红方选择招法是 炮五退一 他是要点将杀你 你要是平炮 就拍你将 对方看样子也只能补个事 想逃跑 红方到这儿的话 走的一个炮八 平二 准备呢 随时啊 底线可以将军利用他 黑的现在就下足 啊 这儿其实 红方一将啊 黑的是进去 这里甩拘是一个过门啊 就是把这个七路线拘走到八路线 那么对方正常也就出 红方炮点虾二线啊 来一个点杀 对方的话 拘一平三 抓着象 意思是将军可以呢落象 这个棋的话 红的先飞向 黑方这个棋啊 他就直视 接下来红方炮五进一 准备要做一张了 黑方到这儿的话 他进一步 红方给甩炮 有一个点将之后重炮 所以三子要处杀 黑的一看着架势 我跟着你不就完了吗 红方下出一步 炮三平二 欲擒故纵啊 本来是要杀你的 那你现在跟着炮就打你一下 那对方到这儿就认了 因为你现在就算吃掉 也不行 他点姜之后呀 再退一姜 可以呢锁猴 然后呢点姜 你飞向 这炮一分边呀 黑的再也跟不住了 所以看着下级炮杀棋 却无力回天 到这儿的话 许天宏只好认输 这盘棋啊 有大华获胜